各位,要不要找來的好朋友們有福氣了 他特別穿警察的非公開版和大家分享 所以可能我們的地板能找得比較多 那機子你們不夠,你們就自己照顧他們的尾 我們就播看看 好,那可以了嗎? 可以啦,我看有的啦,我可以去照顧他們 直接在地板接著 我們來跟我們外面的台灣射擊服的那種 太多的車來做車票 好 你想不想他的作品就是 所以他們又回來了 他們回來了 我們來看見到 1998年7月到2001年11月 兩個台灣女孩,Vicky和Pinky 總共花了922天 騎單車雙計才踏過大洲 32個國家主意見識了阿拉斯加的遼闊 紐西蘭的原野 中澳沙漠的孤獨 歐洲垂次文明 還有非洲大陸的生命力 他們共同經歷了 他們共同經歷了通理 淡良,意外 在地板中間 整個宇宙都會連不起來 幫助他們回程 他們有那個就是他們原來的計程 其實我們都在想 兩個單身女子 為什麼會選擇 用自行車、腳踏車 來做一個旅行 這麼多腳踏工具 去不選 像我的媽媽 這應該由我來說 因為我從小就比較像我那種 古典跟緩慢的旅行 所以我很想徒步騎馬騎駱駱駱 後來我找到比較接近的腳踏工具 因為我不會照顧馬駱駱駱 徒步太辛苦 我覺得腳踏車剛好 那還有比較現實 因為從小就暈著 你知道嗎 然後我有一個環球世界夢想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說 如果你要我坐車 我覺得是太痛苦了 你知道嗎 那我喜歡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很喜歡走走停停 那我覺得有趣的就停起來 那又有速度 那我覺得腳踏車剛好是在 所有的就是交通工具 沒有補典又有現代 因為它的補典就是 從有兩個人開始 它從事一個腳踏車 那現代就是它加 現在有很多 比如說電速器 腳踏車的一些配備 就讓腳踏車 事實上又有兼具速度的那種感覺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 你自己 體力 對 的一個 還好 自己有沒有做體驗 因為從小是屬於比較那種好動 我也打拳打武術 然後所以 其實對我來講 騎腳踏車的話 我從來不會覺得它 其實對我是 一個負擔這樣 那這個比較挑戰的應該是 也是 因為我以前在覺得 假設我印象中 就覺得說 它是買菜再用的工具這樣子 那時候Vicky就騎牙車環遊世界 我覺得說 這個好像 就是超過我的想像 其實蠻大 那我會覺得說 好像 就是 去旅行已經很辛苦 要去騎牙車 那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跟那個時候 陪Vicky在騎台灣環島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媽說 阿阿咪 阿咪阿咪咱比你環島 媽媽 她就把我從頭看到腳 她說 妳這樣有辦法 她就說妳 有可能這麼做嗎 可是我覺得 後來跟Vicky這樣子 就說 一起去旅行 我都體會要很到了 人事有 無限的欠 Vicky 我倒是有個問題要問妳 我會覺得說 行商妳再怎麼樣看 都比較開心找到這 我已經認識妳這麼多年 我都很重要 對 我都會講出妳的真心話 對 妳之前都蠻鼓勵我的 對 妳是為什麼 妳是因為是旅行這個模擬呢 還是覺得說 好 既然Vicky都去 她可以照顧我 然後我可以做不同的程式 對我的真心想過 其實我覺得我這裡 整個性很多辮子 妳知道 我很容易就受一個 很浪漫的 很夢幻的那個 的原因 就去做一件事情 那時候 對 那時候覺得說 小子這樣 海風浪吹 好美 雙我終於做得A型 那就會爬坡的時候 對 他會 這戲裡面就是辱罵某個人 我會感覺到 背後有電線刺目的 真的 就覺得怎麼 為什麼會來這裡 真的太愚蠢了 妳這樣 上過都不敢看 不過我覺得真的 這樣過程中 當然 心産血淚很多 可是覺得那種 那種 經驗是 一般女方是 比較難去感覺到 跟大自然人物在一起 然後跟當地人的互動非常強 我覺得說 嘗試過這種 我們這樣的緩慢旅行 都會了解 單車旅行第一課 旅行是一種前訪 實際上是 其實只要旅行 就好像是 把一個房子跟車子帶著走 對 說得假的 但是他房子跟車子 會有簡單的一點 就是房子跟車子 但是他打包跟他的重量上 都必須依應自己的體能 來做一個考量 對不對 以你來講的話 這最大的原則是什麼 就是越簡單越遠 就是要不停的撿東西 裝備越小越好 對 因為不然現在是 當你開車的時候 事實上就好像有一個大房子 就覺得 我少這個我少那個 可是當你只有腳踏車的時候 你要考量 你每增加一個重量的時候 你的慘他就會很辛苦 所以到最後我覺得 其三次最快樂的就是 你會反捕歸真 你會發現人所需要的東西 這麼少 就夠了 因為你的十一 我的十一 住行 可能就是這台腳踏車長裝 所以到最後真的就是 開始淘汰掉完全不需要的東西 然後把它 甚至一個東西要多樣的使用 沒有 我覺得他 你只要帶一張信用卡 就沒有 真的 真的假的 對 對 那什麼東西都沒有 可是這個要看你在哪裡 你真的要讓他吃家家 那某些地方 我都看你有信用卡 你是那些 你問他講說 去了非洲 去阿威的信用卡 沒有 其實你當然也會覺得 連一張紙啊 我都把它丟掉 就是那種 極力渴望把東西都丟掉的那種心態 尤其你在上播分外的強烈 那這樣子除了腳踏車 還有你必要的東西 你看連兩隻都丟掉手 但是我這樣跟我們兩個 一定有 不會丟掉的東西 他還喜歡閱讀耶 其實他還是帶著一些書 他就覺得那個重量無所謂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是 你的選擇 你要看帶著帶什麼書 你會帶個那種 我在歐洲 帶那個歐洲藝術史 帶著 那我還有講一個爆料的小秘密 像他覺得說 眉毛雜亂很重 很不好看 所以他就會帶把眉毛 這幹嘛 這是別人 絕對是比那張紙還要重 對你來說 對我來說的話 其實在旅途中 其實我最大一個想作 是我喜歡透過鏡頭 去看東西 然後去記錄一下一些感動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剎那 可能就不見面子 你會留下那種感覺的 就是對我來講 照相機啊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好像今天 你的照相機也隨身帶著了 對啊 然後我已經習慣 從我開始旅行到現在 其實平常生活 我也習慣他的照相機 但是小秦 他這樣隨便開你的時候 他自己都往上站 就脫著脫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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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 啊啊 男生旅行第二课 在旅行上认识自己 男生旅行我觉得是一个追寻自我的历程 它真的是让我重新去认识我自己 然后找到我自己 因为你觉得你去旅行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有点抽离现实 可是抽离现实很有趣 就是看我眼睛就往外看 可是很多时候又往内射 又会射回来自己的那种感觉 其实它可能是一个面对自己的旅程 事实上是每天接触比台湾更多的 可是事实上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 在台湾生活反而没办法跟自己在一起 那种感觉 好的 我们也记得在骑乞号车 階便在踩车踩车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这是我一直想念的 快点到 快点到 还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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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 它不断其实在当下的时候 其实我很享受周围的一些变化 光线啊 是它自然声音 那我会想起一些过去的片段 比方说因为现在这个过程 我突然想不到哪一个朋友 如果在这里 他可能会跟我一样 来一起救 或者是说我突然想到 之前发生了某一段事情 那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趣 或者说有点悲伤 但是我又有期待 再往前那会怎么样 所以可能我没有像Pinky这么复杂 那这个是文学家的 那我上次也在质疑过你 就是说你接下来选择 第一文学家拿到 那记得你要说对我很不屑 因为之前已经挑战那么高的难度 怎么最后会选择一个 好像对我们来讲难度很低啊 对啊 或许在那个环球旅行结束之后 我觉得里程是基督对我来讲 已经不在 我不再需要去证明任何事情了 因为我已经做过一次 当时其实加拿大有一个姻缘 事实上我觉得说 好像飞回去那个国家不可能 事实上我去的那整个过程 在那种平静当中 我不断找到一种莫大的性格 但是真正去想着那单车旅行的快乐 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 真的太适合骑单车旅行 那还有加拿大的人 就跟他们大自然一样 非常漂亮 每个人的眼睛都蓝到 可以看到他的心 尤其是整个去年夏天 我大概大部分时候是在五大湖区 其实我小时候在看世界地图的时候 我那时候觉得说 这个五大湖是上帝在开玩笑的 好像他用一个手掌压了一下 然后他在坐地球的时候压了一下 然后就积水了 而且我小时候看地球 觉得怎么可能每一根湖都比台湾还大 什么湖啊 然后就想象有一天我长到 我要每个湖都跳进去 所以这次在整个旅程一个人 然后想说那种真的是那种大自然的人 然后我也真的确实 整个夏天都是在跳水啊 跳海的 然后那种让自己身心完全放松 这是我很少的这么 我单身旅行过去真的是比较辛苦 这是真的那种平静啊 轻松 也就是让我获得心理 你知道另外一种 没有过得自由的感觉 经典十一月号封面故事 对林存卿Vicky与江新静听起来说 地球上有条看见 但却真实存在的单车路径 沿途径风光美媚 更有萌萌的花开的人气温暖 单车小静竟然起出康庄大道 单车旅行第三课 迎接每一次意外的旅程 人在这旅行座意外 应该比一般的人还要来得多 对 因为你们选择着 交往过程旅行的旅行方式 真的不是按照一般的去旅行的人 说OK我什么时候到哪里 我记得我在美国那个纽约州 有一天我坐在一个supermarket外面 我在吃东西 那有开车经过人很兴奋的停下 我说你骑单车旅行 你来自哪里坐 我来自台湾 我说很完整 他说I am I am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像你这样 可以自由自在乞丐单车旅行 我看着他 他是一个中年的男子 看起来身材 我说你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可以符合起来 他就跟我说 那你今天晚上打算住哪里 因为那时候只有大概周五 我说我还没想到 因为晚上还没到 他说 他说我太羡慕你 你是个自由的灵魂 我说晚上我自然会有个地方可以住 我说晚上我自然会有个地方可以住 你现在想到以前跟他一起照自由的灵魂 你说你每天没想到这件事情 他就觉得很开放 他就想到是有没有地方可以住 有没有只有钱可以洗澡 你要吃什么 但是有时候 在他们两个是一个群配 就是说 以那个 Vicky那样子的 会带着队面往前带的 他就莫名要被拖在后面 但是他们的旅行之间的成果的展现 Picky也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非常重要 因为他的文字的书写描写能力 是非常非常的强 其实这次我也是蛮心不甘情不愿的 因为我们有一起去 我想说 好我写你拍照就OK 我每一句我要写了 我要接受 很痛 但是真的是一个蛮奇特的组合 因为真正去经历所有历程的是Vicky 可最后把它落实 变成一个白纸杯子 可以跟路者去分享的是Picky 当然我知道这里面有你的灵魂存在 可以如何去传播也好 或者是去描绘也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讲 也很加一个旅程 因为我开始写的时候 会觉得找不到他那种感觉 然后我跟Vicky一开始有很多的争吵 常常吵架 给他写了一张片以后 我开始慢慢去体会更多的东西以后 我发现写到后来 我觉得说 我在写的时候 我一边打电脑一边笑 就好开心 就觉得一看到这个朋友 出现在我的面前 现在写到最后 有点灵异 就是我连做梦都梦到我是Vicky 梦到说好难过 舍不得离开加拿大 所以已经最后进入那种境界 所以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行方式 我在沟通Pinky 希望他能够来自闭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 我是一个擅长的口语表达 所以当透过演说或是演讲 我可以传达100分 让听众跟着我去 经历整个过程 可是我知道 如果是用我的笔 我可能前不到50分 那事实上 他不能达到最完美的沟通 那假如一个媒介 希望让人家去经历这段里程 我认为Pinky的笔 就是我的灵魂 那我觉得我很佩服他 是他写到后来 我认为很多细节 我好像没讲 可是他怎么写到 你知道 总比我可以跟你成为这样子 我就表达就好了 让你帮我回去 你蛮好的 我比较喜欢拍照 一台单车 可以载我们到多远的地方 林存青 Vicky 与江星进Pinky 在青年前就找到了答案 女生骑单车 环游世界 不再只是个梦想 在VickyPinky 单车环球梦的网站里 他们把梦炮南梦的旅程 转化为文字 字里行间 记载了他们的眼里 这个世界的高度和宽度 以及生命中 不可多得的惊喜和讨厌 打破立即与Pinky的世界地图 红线代表着 两人单车行进过的一切 蓝色则是 为跨越海洋 改善了飞机的航线 从今天到未来 他们将踩着单车 继续在这张世界地图上 画下更多 秘密麻麻的 红线与蓝线 网站上透过文字 照片与歌曲 除了可以分享到 Vicky与Pinky 单车环游世界的乐趣 经由梦花园讨论区 他们也激发更多 拥有箱和梦想的人 起身实现的增幣 探索Vicky与Pinky的 新语情主义 阅读《非读物语》 与他们在梦想学院里 一起想望世界的 每一座城市 常常在两人的单车环球路里 我们也感受到全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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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